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二子势均力敌 难分高线 胜负已分 不用再贪了 物化凌污 到底哪个才是 这剑金贤离山剑法中的精妙 岂是温水剑能够破解的 唐三十六必败无疑了 谁胜谁负 就看陈长生有没有破解之法了 先生 快给他吃个招啊 剑挂常灵 剑挂常灵 为水剑的骑手势 怎么可能 好 我就姑且一试 找到你了 真的破解了 陈长生你真行 怎么会这样 是 真是没想到啊 是啊 没想到 竟然反败为胜了 好厉害啊 不错 不错啊 没想到这个陈长生 竟然如此深不可测 怪不得连铜宫也困不住的 我 败了 有什么好伤心的 你我之间 其实没有高下之分 只不过 我没输罢了 多谢 一招最最普通的骑手剑士 竟然破了离山剑法中最精妙的一招 他是怎么会想到这样的破解之法 难道 你赢了 是陈长生赢了 谢了 这回你们赢了 承让 以汶水剑棋手式破解 是《归原道藏》里记载的往事 第二卷尾注 可里面只是稍有提及 并未详解 你能读出其中的真意 真是难得啊 因为我实在想不出破解的完美方法 用这招棋手式 只是因为你那三招太过肃杀 因此 我就想起了《归原道藏》上的那个 关于唐家先祖曾用此招 破解过魔族的那几招更为肃杀的招式 知道《归原道藏》的人很少 知道这种破解之法的更少 你很不错 我知道你通读道藏 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我只是多读了些书 恰好 我也多读了些书 你很自信 请赐教